哇 大家好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网页有效的宣传你的公司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Wiz网页设计的实用小技巧 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这里我会使用Wiz来做示范 为了避免混淆 我会把Wiz官方网页的网址 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只要点击那个链接 就可以到达Wiz的官方网页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不是把所有最好的功能和讯息 都放在一个网页 就能让你现有的客户 或者是潜在客户喜欢 有时候简单和直接才是网到 所以这里有三样事情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公司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你不可能设计一个网购的功能 给一间茶餐室 就好像如果我的Wiz是做网页设计的 那么 我不可能在这边卖衣服裤子 这些东西吧 这个store呢 对我来讲其实是没有用的 我需要把它抵抵掉会比较好 第二 我们必须知道公司的slogan 就是口号 中指或者是理念 如果你的公司是支持环保的话 你不可能让你的客户 打印一些资料出来填写 然后再转记给你们 而你们会用的做法呢 很有可能就是online phone 让你的客户在晚上填写 如果你的slogan是说 我们可以让任何人 任何的地方都可以 access到你的网页 那么这个图片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所以我们应该换成另外一个图片 像是我们可以换成 很多人 因为这个就刚好符合了 任何人都可以access到你的网页 第三 公司的主要颜色就是team color 如果你的公司的team color是青色的 你不可能让大红大紫占据大部分你的网页 清楚以上这三点过后 才开始设计你的网页 会比较容易 所以上一集 我就用Wish ADI 来为我设计一个三页网站 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给予一些小小的更改 就行了 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四半功倍的效果 又整时又省力 总的来说 一个网页 是必须把一个公司的理念 传递给大众的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 Wish网页设计 实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关注的话呢 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你有什么使用心得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三号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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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